早上6點15分 歡迎您收看中天氣象站 我是劉盈秀 趕快帶你來關心今天 外頭的天氣焦點了 先來看看 台北市的溫度28.3度 今天幾乎不會下雨 但要提醒大家 阿拉關心的這次 已經變成青台的無花果 目前最新的動態 它可能在這次 中午前後來登陸廣東 不過對我們台灣 是沒有直接的影響 目前位置在俄倫比西方的海面上頭 以每個小時17公里的速度 持續朝西北西的方向 來移動當中 中心最大風速是9級風 瞬間最大陣風是11級風 但它並不會朝台灣直撲而來 所以目前對我們台灣 這個影響並不大 不過高溫警示資訊 同步來聚焦了 今天這地方會很悶很熱 注意了 北台灣人人非常的高溫 黃色燈號36度以上的高溫 包含了台北還有新北市 另外長色燈號 也就是36度以上的高溫 連續幾天 桃園金門也要特別的留意 所以今天有長色燈號 也有黃色燈號 仍然提醒觀眾朋友 出門在外 要多多補充水分 省防熱傷害 小心不要中暑了 衛星雲圖繼續來聚焦了 今天受到東南風沉降作用的影響之下 在桃園以北 都會有熱燜又熱的高溫 尤其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 特別提醒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們 今天如果不是必要的話 儘量待在室內不要外出 中午前後紫外線太陽特別的毒辣 要非常的小心 定量將水預報圖同步來聚焦 今天哪些地方會下雨 來看到白天的部分 其實在午後西部還有各地的山區都會有雷震雨 而中南部也會有相對局部的大雨 晚上天氣系統相對晴朗穩定 最後透過天氣關鍵字為您整理 今天的天氣正點囉 多雨大晴 全台灣高溫炎熱 尤其就是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小心不要蒸熟 另外還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 午後中南部可能會有大雨 提醒您帶傘出門 雨區行車慢慢開 以上是這節最新的氣象資訊提供給您